中朝鬆肌肉向拜登施壓 特朗普持續打擊中共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美東時間1月15日晚7點 這是秦鵬的直播節目 今日的焦點是 中共北韓增傷向美國鬆肌肉 蓬佩奧接連出手打擊中共 臨近美國政權交接大限1月20日 中共接連在南中國海香港問題上兩招 北韓金正恩就半夜展示導彈 他們的目的何在 蓬佩奧繼續頻頻出手打擊中共 究竟有什麼計算 拜登的新任亞洲事務沙皇 坎貝爾將如何應對 推特遭到內部吹哨人影片揭 CEO傑克定向審查 15日又因為刪中共新疆造假宣傳片遭到批評 傑克致述要出台改善三招 你信嗎? 大家好我是秦鵬 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一年前的今天 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簽訂 上訪當時歡欣鼓舞 但是後來被發現中共和習近平早就知道了 武漢疫情已經很難控制 卻為了中共政權的穩定和貿易協議 故意對世界進行了隱瞞 習近平曾經說過 他對中國的疫情防控一直是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但直到今天 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傳機構 對他在那段時間究竟做了什麼指示 諱莫如心 我們只知道 一年前的今天 中共衛健委一面將內部定為一級準備 一面發布通告說 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三天之後 武漢當局繼續歌舞聲平地組織 武漢社區辦萬家宴 四萬戶家庭共聚倫理情 再接著武漢封城 但那個時候至少五百萬人離開了武漢 包括幾十萬飛往世界各地 隨後 二場大瘟疫徹底改變了世界 也是今天美國政壇巨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正如1月14日 美國衛生部長阿澤爾說的那樣 在2020年的多數時間內 中國都在無恥地宣傳 奧威爾式防疫措施 志在說服世界 它的專制政府形式 最適合應對公共衛生危機 但事實上 像這樣的新型病毒 如果出現在一個民主國家 全球爆發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但儘管如此 中共將它被全世界造成的這種災難和危機 當作了自己改變世界 和實現撥撥野心的機會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了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T 和雪兒的節目 的話請按讚 然後 按讚 κ